打街海漂垃圾 市府环保局从2017年开始就招募环保舰队 而目前也已经有178艘的渔船餐具 但渔民跟志工是陆续反映 收回来的海漂垃圾经常都面临到无处可堆滞的问题 也造成渔岸环境的脏乱 影响到参与的意愿 为了协助渔民可以妥善的处理后续的垃圾问题 市府是陆续的在各大渔港 都完成了设置海漂废弃物战制区 希望能够提升垃圾的处理量能 为了解决海漂垃圾的状况 市府环保局178艘渔船 共同组成环保舰队 但收回来的海漂垃圾经常面临无处可堆滞 甚至造成环境脏乱 影响参与意愿 为此市府也特别在渔岗内 规划海漂废弃物战制区 协助处理后续的垃圾问题 现在已经风很大 会把它吹走 也是你海漂的东西 把它收集回来之后 你没有迅速把它清解的话 也是一样又飞到海里面去 都是徒劳无功的事情 渔民他们出港的时候 会把一些废区物 在海上打到一些废区物 那废区物他们通常都是会堆积 堆积在我们岸边 那就是这些废区物没办 没办了 做一个有效的对峙 那我们目前设置个战制区 就是把这些废弃物 做一个有效的对峙这样 然后以方便后续的处理 市府表示目前台中市 所有的两类渔岗 都已经完成设置 海漂废弃物战制区 包括松柏渔岗 吴甲渔岗 文鸟渔岗 沥水渔岗 共四个区域 而最近在吴起渔岗 也争设了两处 海漂废弃物战制区 期盼能够提升垃圾处理量能 放到战制区之后我们会统一做一个分类之后 然后再去做像有些不可燃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会做 先做一个后端处理之后 把一些可燃部分 然后送进缝化场 那不可燃的部分就是看有没有回收的部分 可以回收我们就回收 那不能回收可能就是要做二次处理这样 台中沿海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带动渔岳以及观光产业发展 市府也呼吁各界从事海洋活动时 应该将废弃物以及渔王等带回岸上 妥善清理 才不会危害自然生态 也期盼有更多渔船能够加入环保舰队的行列 一起守护海洋环境 杰森波汉台中沿海报道